乐歌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带好帅哥 很多女孩回忆起已老 已病或已故的父亲时 总是会说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 爸爸是无所不能的钢铁侠 爸爸是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 亦或是 爸爸是无所不能的魔术师 大概都是这种句式 区别只是换个名词 只需讲到这里 女孩往往就会留下一行热泪 1959年 法国巴黎 魔术师谢夫塔蒂 常受邀于巴黎各大 顶级音乐厅进行魔术表演 塔蒂非常热爱这份工作 他总是西装革履 打扮得意识不够 只是隐约感到 最近的上座率每况愈下 法国的巡演结束后 塔蒂带上自己的兔子和道具 乘火车搭轮船 来到了伦敦 寻找新的演出机会 在一家百货大楼剧院 塔蒂得到了末尾的表演时间 排在首位的是一支 当红摇滚乐队 据说红遍欧洲 塔蒂真心欣赏不来 这帮发型爆炸 只穿裤衩表演了奇葩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 年轻的小姑娘 的确被这帮鬼哭狼嚎的家伙 迷得要死 因为轮到塔蒂上台表演时 观众席酒只剩下一位老奶奶 和小孩子 但他并未怠慢 毕恭毕敬地向观众鞠躬后 又开始了他的老三套 礼貌揪吐 袖中抽牌 空杯生酒 这三套戏法 老得不能再老了 小孩子一眼就瞅出了魔术师的袖子 有猫腻 但老奶奶却看他津津有味 还制止孙子不要拆台 在大城市混不下去 塔蒂只能探向偏远之地 火车 小船 拖拉机 塔蒂跟随一个穿花裙子的苏格兰人 来到了一座小岛 并与一家小酒馆的老板达成了演出合作 在这里 塔蒂收获了久违的掌声 不过乡野之地人口有限 短暂逗留之后 塔蒂还是准备离开 小酒馆有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女服务生 好心地帮塔蒂洗了衣服 为了表示感谢 塔蒂变了一颗糖果送给爱丽丝 这让爱丽丝十分惊奇 她昨晚就见识过塔蒂 精彩绝伦的表演 如今更是笃定塔蒂 无所不能 为了讨好塔蒂 爱丽丝收走了她所有的脏衣服 塔蒂很不好意思 她看到爱丽丝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 便去商店买了一双新鞋 以变魔术的方式送给了爱丽丝 做完这些 塔蒂才坦然离去 在与穿裙子的男人畅聊之后 两人都觉十分投机 但为了生活 塔蒂还是坐上了前往爱丽丝的轮船 却发现爱丽丝也尾随而来 在对面落座 当陈务员查票时 爱丽丝根本没有提前买票 她非常自信地把手指向了塔蒂 塔蒂当场傻眼 不过在短暂的呆滞过后 塔蒂还是不负所望的 变出了一张船票 确切来说是顺出了一张船票 就这样爱丽丝粘上了塔蒂 抵达爱丁堡之后 塔蒂带着爱丽丝住进了简陋的旅馆 爱丽丝睡在卧室 她走在沙发上将就 旅馆的住客 大多都是些潦倒的杂技艺人 四处流浪的魔术师 身材迷你的小爱人 神奇的富裕演员 以及长相怪异的小丑 几经寻求下 塔蒂终于找到了可以演出的剧院 但观众依旧寥寥 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游走在繁华的街头 爱丽丝这个乡下姑娘 几乎毫无抵抗力地被奢华 擒住了头脑 她看上了一件挂在橱窗里的白色大衣 尽管塔蒂已经入不敷出 但还是硬着头皮买下了衣服 再次以变魔术的方式 把礼物送给了爱丽丝 爱丽丝回应了一个甜甜的问 这是塔蒂认为她再好不过的回报 得到白色大衣后 爱丽丝又觉得 和她那双儿童鞋似乎不太搭 仿佛路人都在注意她的衣着言行 于是爱丽丝又看上了一双白色高跟鞋 如果可以 她还想吃顿高级西餐 可塔蒂已经捉襟见走了 她不会讲英文 只能拿着词典一边翻译 一边跟爱丽丝尽力解释 她只是个魔术师 不是魔法师 也许是词不达意 也许是听者不闻 沟通并没有成功 为了不让爱丽丝失望 塔蒂只能多找了一份兼职 每到半夜 等爱丽丝熟睡之后 她就会去一家气修厂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爆肝007 塔蒂终于攒够了买高跟鞋的钱 她把鞋暂时放在了剧院的化妆间 但却被提前来此的爱丽丝发现了 爱丽丝兴奋的穿上高跟鞋 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剧院 尽管她还很不熟练 但有了这双高跟鞋 街上已经有男人开始 邀她跳舞了 下班后的塔蒂 看到已经被穿走的高跟鞋 顿时心力焦脆 长叹了一口气 夜已深 看着那件漂亮的大衣 和那双崭新的高跟鞋 爱丽丝美美地睡了 而塔蒂也准时开启了夜班的工作 店里来了一位喝醉的土豪 给了塔蒂一笔小费洗车 塔蒂非常动心接下了这个活儿 只是他根本不会用洗车的那些工具 折腾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还把土豪的车弄脏辣 幸好外面下起了大雨 塔蒂索性把车推到了室外 任由雨水冲刷了一夜 车倒是洗干净了 但不会开车的塔蒂 愣是没把车弄回去 结果被老板发现炒了鱿鱼 塔蒂来到杂货铺 本想买些香肠回去当早餐 却发现放小费的功夫辣在了修车厂 这一夜塔蒂狼狈极辣 不过当他回到家中 发现爱丽丝已经煮好了一锅肉汤 心地善良的塔 还把肉汤分给了小丑和富裕演员 失业多日的小丑 本打算今天了此缠身 但因为爱丽丝这一碗热壶的肉汤 又找回了深的意念 或许就是因为这份 想要继续满足爱丽丝的执念存在 所以塔蒂从未想过放弃 她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无论爱丽丝想要什么 她都会尽力满足 终于在塔蒂的艰苦奋斗下 爱丽丝从头到脚都裹上了青色的服饰 俨然成为了一位优雅的都市利人 看着那些乡下新来的灰姑娘 爱丽丝心里充满了自豪与得意 但塔蒂却彻底失业了 她在一个橱窗看到 富裕演员把布偶也卖了 原来不光是她丢了饭碗 整个杂技行业的从业者 都被新兴的娱乐浪潮拍在了沙滩上 塔蒂只能另谋深入 在小爱人的推荐下 塔蒂找到了一份刷海报的工作 不过老板却看中了塔蒂的手艺活 塔蒂被迫再转业 沦为了女士那一店的带货主播 爱丽丝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塔蒂功力大涨 于是在塔蒂工作期间 她急不可耐地伸出了所求的手掌 无奈的塔蒂只能掏出一枚硬币 打发了爱丽丝 爱丽丝拿着硬币走进了商场 遇到了住在旅馆对面的英俊男人 二人早就想死 常常眉来眼去 只是从未正式认识过 这次偶遇 二人顺理成章地走在了一起 爱丽丝在商场看上了一串珍珠项链 她天真的拿出那枚硬币 却被老板无情拒绝 男人也是个穷小子 根本买不起 但这并不妨碍爱丽丝想跟她在一起 深夜塔蒂依然在拼命工作 雇主经营了很多生意 红酒贸易就是其中之一 塔蒂成了雇主用来社交的工具人 她穿着滑稽的粉色烟尾服 为雇主的客户 重复表演着空杯深酒的老套魔术 塔蒂正在表演时 一个苏格兰人冲了进来 正是当初送塔蒂去小岛的裙子男 时隔多年在遇故交 塔蒂感慨万千 与苏格兰人大醉一场 第二天塔蒂便辞去了这份厌恶的工作 她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在街上转悠 准备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但却撞进了正在约会的爱丽丝 塔蒂慌忙躲开 像是犯了什么错一样 幸福长长 迷目张胆 狼狈总是 沉默无言 塔蒂溜进了一家电影院 荧幕上正在播放着经典喜剧 《我的舅舅》 观众少得可怜 塔蒂与片中的娱乐先生 面面相去 梦幻自尽之后就此别过 塔蒂仿佛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她绕着城市走走停停 寻寻觅觅 来到一个小巷 发现富裕演员喝得烂醉 摆了个碗乞讨狗活 塔蒂顺手投了一枚硬币 傍晚时分 她一晃晃悠悠上了狮子餐 塔蒂放走了那只相伴多年的道具兔子 因为她再也不需要变魔术了 天空飘起了清冷的细雨 热恋了一天的爱丽丝依然心如暖阳 她开心地回到旅馆 但却不见塔蒂的踪影 餐桌上有一束花 一笔钱 还有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 这个世界没有魔术师 独霸此信 爱丽丝望向窗外 眉眼翻滚 久久无言 她似乎在一瞬间长大了 谎言被戳破 但在这之前 说谎的人与被骗的人 都在拼命延缓谎言被捅破的时间 因为谎言一旦破碎 就意味着 有人无力施爱 有人不再被爱 爱丽丝提上行李 跟那个男人离开了旅馆 爱丽丝走后 旅馆一直静悄悄大 不多时窗外起风了 吹动了塔蒂的那本音法词典 翻页的影子映在墙壁上 宛如一只森林 婆说起舞 就像是魔术师精心打造的 视觉谜团 此时的塔蒂再次乘上了流浪的火车 又是一个小女孩坐在她的对面 塔蒂捡到了她的花笔 她本想跟女孩变个魔术 但最终还是作罢了 塔蒂拿出一张斑驳的旧照 上面是一个可爱的女婴 凝尸片刻后 塔蒂将头扭到了窗外 满是愧疚 这世上本没有魔术 如果硬要说有 那就是一个男人无穷无悔的付出 暮色已深 细雨蒙蒙 淋过城市乡野 路过千家万户 这不过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 魔术师是希尔万肖默指导 2010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获得第83件奥斯卡 最佳动画长篇提名 欧洲电影节最佳动画 纽约影评人最佳动画 这是一部我个人很喜欢的电影 它的台词极少 整部电影全是靠情绪在推动 一种若有若无大贯穿全篇的忧郁气质 让人可以很放松地沉浸在令人着迷大伤感之中 这部电影的剧本是法国喜剧大师雅克塔蒂写给女儿的 电影最后出现的照片就是塔蒂的大女儿 或许塔蒂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故事 告诉所有心怀憧憬 向往繁华的女孩 你的父亲不是魔术师 你的爱人也不是魔术师 但他们却愿意为你表演一个个神奇的魔术 变出美丽的衣服 变出漂亮的鞋子 变出多彩的糖果 变出光鲜的生活 每一个爱做梦的女孩背后都有一个魔术师 而每一个魔术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 女孩就算你慢慢长大 不再相信童话 你也要永远记得 曾经有那么一个男人 愿意无怨无悔地为你表演魔术 他想让你相信他无所不能 可总有一天你会戳穿这个谎言 发现他们只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 但我要告诉你 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就不是魔术师 因为爱才是他们最神奇的魔术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